最艰巨的一个任务 就是给这条古典导钢 这哥们太猛 导钢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意外 但是没办法 我只能尽量小心一点 这钢太小了 必须给它导到大钢去 然后再把这两条 飘逸的蝴蝶蝶给它寄过去 我这个滴流不够强大 养两条蝴蝶蝶 差点意思 没想到这么轻松 就给它带过来了 我弄了一个双层保护 刀点押甲鸡来 先给它剪衣一下 都让它出来 飞出来就麻烦了 这个鱼确实是状态非常好 但是我没想到 我捞它的时候 它竟然没有反抗 可能不怕我应该 太熟了 剪衣完 咱们就把古典 放在这个缸里面 这个缸已经空了 鸿龙和鸿文磁丘 给我移到了这个缸 我感觉它们更适合这里 上面就是咱们的 指甲鸡龙 这几条龙的待遇 都算比较高的 本来我认为 它应该是最难搞的一条鱼 没想到是最顺利的 休整几天 状态应该就可以回来了 咱们回去搞蝴蝶蝶 这两条蝴蝶蝶来的时候 一样大 现在是一个大一个小 小的不太吃东西 吃的少 大的像猪一样 加点压甲鸡来 做个检疫 今年岛鱼 岛缸是比较谨慎的 全部用压甲鸡兰做了检疫 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往年我们岛鱼的时候 要么出毛病 要么就是死鱼 今年一条鱼也没出毛病 一条鱼也没死 哇 哦这个蝴蝶蝶现在是真的大 来的时候是和这条一样大的 和这一条 一样大的 现在差太多了 看这条 我是养了一只蝴蝶猪吗 哈哈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